我現在介紹,如果開始使用NUMARK PARTY MEANS 首先你要先到NUMARK的網站 就是NUMARK.com 到了NUMARK網站 這邊有一個My Account的地方 然後註冊 Gray Account 註冊好之後呢 然後登錄 登錄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 Register Prada 的這個選項 然後你就點選進去 然後把機器 先選這個機器的那個 名稱 PARTY MEANS 然後CUMNUMBER呢 就是這個機子後面的號碼 這個機子後面這邊有一條 那個刮號21開頭的 然後你把這個輸入進去 然後 這邊在寫購買的日期 然後在哪裡買的 然後 再按這個 註冊的選項 那之後你的帳號裡面呢 就會出現序號 然後還有下載的網址 這邊就是有登錄你的序號 這邊就是有登錄你的序號 然後 他這邊還會出現一些 這邊的Virtual DJ的license 那你把這個license呢 就是打開這個Virtual DJ軟體之後 他會要求你輸入那個license 就是那個序號 那輸入之後 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那 這PARTY MEANS呢 他的 這邊有一個 輸出齁 這邊是接喇叭的 這邊有一個 紅白的輸出 那耳機是接這邊 這邊有個耳系的符號 那 當你使用的時候 使用前 就是軟體這邊也要設定 就是這邊有一個 像齒輪的圖案 然後你要在 音頻的這個地方 然後裡面會出現一個 NEW MARK PARTY MISS 然後這邊下面的選項 他會出現前台主控 然後 2 Party MISS 然後這邊是 Channel 1 & 2 然後這邊耳機監控是 2 Party MISS 這邊是 Channel 3 & 4 這樣子 那這樣子呢 按這個應用 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設定這個 你的音樂 有可能會直接從你的電腦 出來 而不是透過 Party MISS 那現在這樣子就可以 所以 接上喇叭就可以玩了 這樣就可以玩了 那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歡迎在 呃 詢問我們 開啟 2 2 3 1